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代言 太子之前我想问了这个问题 你们说人生苦吗 也许呢 有些人说人生非常苦 但是呢 有些人学说人生非常很快 为什么同样是人的 但是他们的答案 学徒一样的 在座各位 你们知道为什么 看看学徒都会拿出问题 因为那些有比较快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以前从事的时候做过好事 那些不坏的人都是从事的时候做过坏事 然后就以为我画一包跟他画好包 这位小弟弟他非常有智慧 他说那些讲人生很快乐的人呢 他是因为过去生又造了善业 所以今生得到善的果报 他觉得呢 做人很快乐 但是那些人呢 过去因为造了不善的业 今生得到不善的果报 所以做人觉得很苦 对吗 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们人会活得快乐 不快乐呢 跟我们过去所造的业 息息相关 同时呢 也跟我们现在所造的业 也息息相关 业啊 我们讲到业啊 不要只是讲过去而已 当下我们所做的行为都是业 只要是犹豫的 在这里呢 你们知道 一般上我们人很苦 苦有两种 一种是生理上的苦 一种是内心里面的苦 生理上的苦呢 是因为我们过去造了业 直到今生呢 得到这个果报身 有了这个身体呢 佛陀讲 伤即是苦 你们同意伤即是苦吗 因为有了伤呢 就有了这个生命 有了这个身体 有了这个身体呢 我们不能够逃离啊 老病死 对吗 所以从我们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的话 结束下来的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喜欢不喜欢呢 那个老病死呢 都逼迫出你而来 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 最终我们呢 要面对的 每个人都逃离不了的 就是老病死 老病死 有谁活在这边不会死的 没有啊 至古至今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过老病死 甚至是阿罗汉 连佛也不能够逃离老病死 对吗 同意吗 事件上最有权威的人 比如说美国总统也好 最有财富的人 比如说现在 前两年是Bill Gates 现在是谁我不知道啦 但是最终呢 他们都要死 前几个月啊 我去了云顶一趟 云顶的集团 大老板是谁啊 林悟彤啊 他也不能够避免老病死 虽然他很有钱 最终还是要老病死 对吗 我去看他的时候呢 只看到一堆这个黄土呢 他埋在下面啦 所以人呢 不管是谁啊 只要来到这个世间呢 都离不开老病死 所以是圣地里面的第一个圣地叫苦上帝 什么叫苦上帝知道吗 苦呢 就是人生的实相 生命的实相就是苦 随着我们的圣 有了这个身体呢 就坐下来 苦就跟着来了 你们同意吗 也许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呢 假如你从正确的观点来看讨这个问题 你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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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人生是快乐的 你肯定会讲的 人生的确是苦 现在这里分析给大家听 大家想想一下 当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比如说当你的母亲啊 怀孕你的时候啊 他就要为你准备四样东西 你们知道吗 或是你们现在作为人的母亲的话 我现在要问问你 当你怀孕的时候啊 你的孩子要出世了 你要为他准备哪四样东西 这四样东西都是我们不能够缺乏的 哪四样东西 想想一想 来 谁能够想得起的 不是衣食住行啊 不是衣食住行啊 想好好 衣食住药 不是衣食住行啊 还没有行啊 不需要周痛 衣食住药 你看看呢 当你还没有出世的时候 你的妈妈第一要为你准备衣服啦 尿布啦 对吗 第二呢 要为你准备一个安顿的地方啦 摇篮啦 给你睡觉啦 一个床给你躺啦 哪一份啦 准备啦 哪一份你还没有出世 他就要准备啦 还有呢 药物你也要准备啦 最常见的药物是什么 最常见的药物是什么 protection of struggles 对吗 人家是可以 rooftop 你一定要准备生 alongside someone 他哭哭哭哭 哭到进风的话 你要赶快要为他进风场了 对吗 没有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人呢 随着我们过去的业 出生在这个世间 有了这个身体呢 苦就开始了 为什么呢 有了这个身体呢 就有四样东西你必须解决 就是衣食主要 有了这个身体呢 你就必须要有衣食主要 缺乏任何一种都不可以 假如我们出世没有遗传 我们会冷死 假如我们出世呢 没有食物吃 我们会饿死 没有地方住呢 没有地方好好的安分 我们也不能够活下去 病起来没有药物 我们肯定也会面对死亡 所以啊 有了这个身体其实苦 明白吗 有了这个身体呢 开始的时候 小时候你不觉得苦 为什么不觉得苦 你做了爸爸了吗 这位居士 你做了爸爸了吗 你有孩子 孩子小时候啊 你也曾经有你的童年 对吗 我们常常讲 人最好不要长大 越长大越烦恼 你怎么知道为什么 什么原因越长大越烦恼吗 想想一下啦 动动脑筋一下 为什么越长大越烦恼 啊 遗忘越多 什么 发费也多 这也许也是对 但是不是很直觉的答案 最正确的答案是 我们的责任呢 越来越多了 我们小时候我们啊 不觉得苦呢 因为衣食 住药方便呢 都有人为我们提供 你看在你小时候 玩玩玩玩到 肚子饿跑回家 有饭吃了 你衣服肮脏 衣服破了 有心意穿了 对吗 你病起来 有人带你去看医生了 住的问题呢 有人提供嘛 所以你没有烦恼 虽然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烦恼 但是慢慢长大 我们的责任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烦恼就越多 因为我们要亲自去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我们人呢 从生命的开始呢 有了这个身体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对吗 没有一天 不用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但是小时候呢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 有爸爸妈妈 跟我们解决 所以我们不觉得苦 我们常常很喜欢回忆童年 童年我几块了 童年我几块了 但是越长大就越烦恼 越长大越烦恼 为什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像你看看 小孩子慢慢成长了之后 达到一个年龄了 他要入幼稚园了 或是要进小学了 特别是入小学了 功课就来了 以前的爸爸妈妈 会为你洗鞋子 穿衣服了 现在爸爸妈妈 自己学穿了 鞋子自己会学习了 功课回来要做了 慢慢责任越来越大了 要面对的问题 越来越多了 对吗 当你从小学 慢慢到了中学 慢慢到了大学 你面对的问题 就越来越多 对吗 当你从学校毕业出来 要去工作了 爸爸妈妈会跟你讲 我已经养你大了 读书也给你读了 现在呢 你不要一直伸手要钱 你自己去赚钱了 赚有钱 也应该拿一些回家了 这个时候 你要开始 去面对 你的生活了 你要面对你的生活 当你去做功苦嘛 假如你聪明一点的 还有知识一点的 也许不会那么苦了 但是假如你是不聪明的话 从学校出来 你要去做出众的工作 危险的工作 我相信你会觉得很苦 即使你有知识的话 你能够做到manager 那也更苦了 虽然你的薪水拿得很高 但是你的压力就越大 为什么呢 上面压下来 下面顶上来 你夹在中间 变成夹心饼 有时候 你看到其他员工 一回家就睡觉了 做老板 做经理的 他晚上还要动脑筋 还要计划 所以人生有两方面的苦 一种就是生活上的苦 另外一个就是生死上的苦 我们每个人天天在忙着 忙着 忙着什么呢 忙着解决我们生活上的苦 生活上的问题 但是很少人关心 生死上的问题 生活上的问题 解决得了吗 不能解决得完的 只要有这个身体的话 每天你张开眼睛 都有新的问题要解决 对吗 直到你老死 直到你老死 没完没了 我们的生活上的问题 没有完 没有了结的一天 除非你两只脚伸直 眼睛盖起来了 但是呢 还没有完 假如还有这个业力 在推动作的话 你下一次又再来的话 要重新开始ABC ABC 对吗 所以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我们天天只是关心这个没完没了的问题 但是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生死的问题 我们却不闻不问 但是佛陀和我们不一样 佛陀早在2500多年前 他发现到 人只要在这个世间呢 这个生活上的问题 没完没了 的确实人生是苦 所以他看到呢 唯一能够灭苦的方法呢 就是了结这个生死的问题 生死的问题 一了结的话 随着这个贪嗔痴的熄灭 不再造新的业了 死后呢 没有业力的推动了 随着这个死亡呢 他入灭盘了 不用再轮回生死 所以他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生死的问题也解决了 生活上的问题也不用去面对了 为什么 不用再轮回转世 就不用再面对生活上的问题了 对吗 他入灭了 但是呢 我们只要 这个业 推动我们同生的业的力量 来存在的话 我们还是 没完没了的 不管 哪一次你来呢 你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演同样的一出戏 什么 同样的一出戏 知道吗 想想想 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在演同样的一部戏而已 什么戏 啊 双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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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这套戏 演这么久不累吗 想说不累就再演下去吧 但是师父觉得很累啊 每一次呢 你来到这个时间 你都要面对双老病死 不管你是多有钱的 你看看 Billgate Billgate 有一天他也要死 刚才讲 云顶高原的那个老板 再次几个月 前往去那边呢 我去看看 他的人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很多古董 我去看看 参观他的博物院 他的整个博物院呢 哇 充满着古董 他一生累积的所有的古董 他最名贵的一类古董呢 就是 月明珠 有听过月明珠吗 我从小就常常在武侠小说里面呢 看到月明珠 月明珠 但是我没有看过 什么叫月明珠 我终于在云顶高原 大开眼界 月明珠是一种玉的石头 靠别的玉 它会吸收这个光 那一粒月明珠呢 放在一个大房间里面呢 他的直径呢 我看最少有六成 当他的员工呢 开那个灯呢 照这个玉 他告诉我们 你只要开这个灯呢 照这个玉呢 经过几个小时的话 灯一关掉 整个房间亮亮的 看到清清楚楚的 虽然他只开十分钟 让这个玉呢 吸收这个光 十分钟之后 他关掉了 灯呢 那个玉呢 都能够射出那个光线 我们都能够看到彼此 假如在照多一段长的时间呢 你关掉这个灯的话 整个房间都很明亮 所以我才知道 哦 原来月明珠是这样来的 那一粒月明珠我相信啊 拿来拍卖呢 一试吃不完啊 单单一粒月明珠啊 你就吃不完啊 更不用讲其他的古董 还有呢 里面呢 有几百粒的那个水晶啊 水晶知道吗 水晶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小小粒的 最多是好像这么大粒 但是他的水晶呢 他的直径呢 大过这个桌子都有 紫色的也有 白色的也有 粉红色的也有 青色的也有 蓝色的也有 各种各样的水晶都有 据说他生前的很相信风水 相信磁场 所以他累积的收集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假如去拍卖的话 给你吃啊 不要乱花啊 举生举世啊 我相信你都吃不完 但是最终呢 他也毫不离了 老病死 老病死 对吗 你看看世界上 最有权威的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是谁 我们现在世界上 最有权威的人 我们可以说是 美国的总统嘛 对吗 以前呢 微风发面的 里根 里根呢 到最后怎么样 老年的时候 得到老年痴呆症 对吗 你看到最后 也逃离不了了 老病死 那么我们每一次 随着我们的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呢 我们都要面对 老病死 这一场戏 你们一直在远远的 不愿见吗 以前我常常听 人家讲 哎呀 人生很短啊 那个时候 我小的时候 十多岁 我讲 哪里人生会很短 人生 我觉得很长 现在呢 我想想 他讲那句话 真的人生很短 人生很短 我想起 我十多岁的时候呢 我现在回想起 还觉得 不久的事情 但是现在已经 五十七岁了 可能多几年了 死了呢 可能今晚死了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不能够逃离 老病死 大家想想啊 刚才这位小孩子 答的问题很对 有些人呢 假如过去的业呢 他造了很多三业 他今生呢 随着他过去三业呢 他的果报现前 他在享受 他的商业 所以他不觉得 人生是苦 没关系 为什么呢 样样都得意嘛 样样都得意 但是呢 不管你怎样 得意都好 到最后 你还是 离不开 老病死 即使你 一生里面很聪明 你得到十个博士的学位 到最终 老病死来的时候 你却很无奈 对吗 你十个博士的学位 又能够帮你什么 你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 你又能够做些什么 对吗 你最出名的人 又能够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不是 每一次都那么幸运 你看有些人 假如过去造的业 是不善的业的话 今生的业报现前 我就看得很苦 很苦 我是一个出家人 每天都有很多 信徒 他有苦来找师父 当他来找师父的时候 我发现到人真的很苦 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问题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你们同意吗 没有一个家庭不会苦的 我们苦的原因 有很多原因 你们知道吗 造成我们一生里面 幸福快乐的原因 有几个 大家想想一下 造成我们幸福快乐的原因 基本上有五个 讲给大家听 第一 长寿健康 是构成我们幸福快乐的一个原因 对吗 第二 有钱 有钱 也是构成我们幸福快乐的一个条件之一 第三 婚姻美满 也是构成我们幸福快乐的条件之一 第四 孩子 孝顺 也是构成我们幸福快乐的原因之一 第五 你有智慧 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你碰到问题呢 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也构成你幸福快乐的条件 对吗 但是 这五个条件呢 要怎样得到 好像第一个 长寿健康 一个人要得到长寿健康呢 怎样得到长寿健康 呼沙舍 多放生 呼身放生 呼沙舍 这是造成我们的长寿健康的原因 那有些人呢 他不相信因果 他一生里面呢 常常 杀生 常常打猎 常常捕鱼 常常杀害 有生命的动物 那一月报现前的时候呢 果报也不一样 有看过 有人吗 要死 不能够死 有吗 我就曾经去看过一个病人 他抓住我的手 他说 师父 为什么我要死不死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病了二十多年了 他说 我一直 请上舱 让我早一边去 为什么我不能够去 我看了 觉得他很可怜 但是内心讲 我们都是业的主人 我们都是业的继承人 我们造的业 我们去承担 有些人呢 他病二三十年不会死呢 是因为他的业 业报 二业还没有完 所以他要继续地活下去 承受这个苦痛 你相信吗 三月呢 会富裕着我们 使我们长寿 二月也会使我们长寿的 但是 他的长寿带给你苦 我曾经到一间老人院去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 在佛学会工作 每年我们都到老人院去做布施 那一年呢 我们到各个老人院去布施 其中一个老人院呢 只有九个老人 所以我们就带着九份礼物 跟九个红包到那一个老人院去 我们派来派去 只有八个人来领 一个人不见 我们就问他说 还有一个阿伯呢 他说 哎呀 他 他睡在龙沟里面 不要起来 我们就想 一个人好好 怎么睡在龙沟里面的 我们就 问他说 哪里的龙沟 他就指前面那条龙沟 我们就看真的 他们只穿一条短裤 没有穿衣 睡在龙沟里面 龙沟里面 是是 肮肮肮肮肮肮 我们就 阿伯阿伯 请来 我们给你礼物 年要到了 我们给你礼物 给你红包 不要 我们小一点 给他红包 他不要 我们就再邀请他上来 其他老人就说 哎呀 你不用叫他 他不会起来的了 他已经躺在这个龙沟里面 十多年了 哎呀 我们也觉得奇怪 假如给我们躺一个礼拜 我们不死就死了 他躺了十多年了 他不会死了 现在想起来 真的 一个人呢 假如过去造的恶业 这个恶业的 现前的时候 他的寿命会很长 但是他不会死 他一直要受苦 受苦 同样的那一年呢 我们也去到另一个老人院 那个老人院 这个老人 已经不能够走路了 不能够走路 我们就想他走路是爬着走的 我们就讲到他爬路走 那么那个老人院 又没有人提供佛食给他们 没有人煮给他们吃 那我们就问说 那这个老人吃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帮他煮 然后分给他吃 他说我们煮的东西 他都不要 他喜欢自己煮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他怎样煮 他说他爬着去煮 我们就问他说 在哪里煮 他说在他的房间 初次好奇 我们就去他的房间 掀开他的门障 华一掀开里面 哇 我们看到里面 我都退出来 像鬼屋这样的 十多年没有打扫了 他那整间都是蜘蛛网 哇 骯骯髒髒 看他的那个房间 那个床底下 丢了那些泰国的罐头 那个菜心罐 沙丁罐 麦楼罐 绝不丢在床底下 我们去打开那个锅 真的他的房间里面 那个锅跟炉都在房间里面 我们去打开那个锅 我们吓了一跳 那个粥已经发霉 发这样长了 最少有三四天了 三四天 发霉了 我们看了一个很新鲜的味剂 就是早上他咬来吃 那个痕迹 他没有菌的毛了 我们就对出来就问那些老人 他吃这些东西吗 他说是了 他煮一天吃四五天 我们说他不会死 不会了 我在想 假如给我们吃 一天我们就要进医院 那个菌的毛这么长 我们吃下去 不烙塞也要进医院 对吗 但是他吃了 他没事情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 这么可怜 看看他整身高贵 什么叫高贵 知道吗 没有冲凉的 没有冲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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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 已经满身了 我们就看了 很可怜的 他这么久 没有人跟他冲凉 我们就说 阿伯阿伯 我们跟你冲凉一样吗 有 看了 我们跟他讲 要跟他冲凉 他都很高兴 所以我们就去摸他的皮肤 那些 尼垢呢 已经很硬了 我们想想 要煮烧水了 来跟他 敷了之后呢 才可以跟他 抹去那些泥垢 所以我们就 去煮水 煮好了 这个水呢 来跟他抹 哪里知道 怎样抹都抹不去 那个泥垢 跟他的皮肤 已经是你浓 我浓了 粘在一起了 十多年没有冲凉 变成你浓 我浓了 但我们也觉得奇怪 十多年没有冲凉 死都死去了 对吗 但是他不会死 过后我们出于灵敏的心了 看到多几天就要过年了 我们就跟阿贝讲 阿贝 我们把你的房间打扫一下 好吗 好好好 我们就去帮忙他打扫 哇 金金那个味道 实在是很难闻 我们跟他打扫 整间打扫到轻轻截截 那些罐头罐 绝不跟他丢掉 买楼罐丢掉 整间打扫到轻轻截截 买那个Bikewan 来喷喷了 消那个Gym 然后我们就邀请他 阿贝 我们已经把你的房间 打扫到轻轻截截了 我们带你回去看 好吗 好好好 我们扶他到那个房门 哇 他放声大哭 吓到我们 阿贝什么事情 他说我的东西呀 我的东西你们拿去了哪里 我们问他什么东西 他说那些罐头啊 那些罐啊 那些罐你拿去哪里 阿贝那些罐啊 全部是生锈的罐 全部不好用的罐 拿回来 拿回来 叫我们把那些东西搬回来 我们想想 搬回来不是又在肮脏了 我们就不管他了 不跟他搬回来 他就在那边一直哭 一直哭 我吵着我们要把他东西搬回来 我们几个人呢 你看我 看你 我们想 不要管他了 我们走了 走了 我们走了 他一定停止哭的嘛 等我们走了 这一段时间 我们再来看他 我们就这样离开他 阿贝我们要走了 他一直逃 一直吵要叫我们拿 那些东西回来 我们就不理他 走掉了 那年过了 过了之后 一个月 我们就想起阿贝 哇 那个阿贝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来去看阿贝 看看怎么样 当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们直接知道 他的房间在那里 我们去找他 房间空空了 没有人了 要去哪里 我们就问那些老人 阿贝去哪里 死掉了 他想死掉了 他说你们那一天 你们要过年之前 跟他整理整理 整理到清清清清清清 他三天之后就死掉了 那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我们把他打扫得太清洁 使到他不能够适应 使到他死掉 所以人呢 有时候 他那个业 还在的时候 那种环境 他不会死的 他就是一直拖着 一直拖着 一直拖着 所以有些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 他觉得人生没有苦 就是因为他过去 造了很多善业 好像五戒里面 刚才我们讲 第一 第一条戒 不伤生戒 你持得好的话 将来呢 你得到的果报 就是长寿健康 第二条戒 你持受得好的话 就是不偷到的话 有长长故事的话 你将来就发达 有钱 第三条戒 假如你吃得好的话 不邪淫 忠贞于你的伴侣的话 你将来你的果报 先前夫妻恩爱 白头邪老 第四条戒 假如你 你不用粗暴的语言 来对待你的父母 不用粗暴的语言 来对待你的亲戚朋友 不用以粗暴的语言 来对待你的员工 每次都以食语来对待他们 以柔和的语言来对待他们 将来呢 你的果报呢 孩子 孝顺 你的朋友呢 尊敬你 你的员工 尊敬你 就是这样 我们得到这样的果报 假如你不喝酒 不吸毒的话 你常常有听闻 活法 有培养 有正念的话 将来越到现前 你做人有智慧 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不用去问人家 怎样解决 你懂得怎样去解决 所以这五种幸福 人生的条件 基本条件是 来自你们持守五戒 明白吗 你五戒 假如哪一方面 持守得不圆满的话 将来果报现前 就是那一方面就缺陷 你看看我们人 有些人很幸福 有些人差不多了 有些人很悲惨 有些人不要去讲 一生里面就是不幸远远 所以我们的命运 跟我们过去所造的 也息息相关 你今生你问问 在这五种基本的幸福条件里面 哪一方面你缺陷 假如哪一方面缺陷的话 就是过去是 我们没有吃好这条件 有些人 很健康 但是一生里面的寥寥导导 有些人八十岁还要做工 对吗 八十岁还要去做工 最近呢 有一个信徒来寺院 他今年已经七十多要八十岁了 他是以前我的老龄纪 以前我 那个时候 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三十多岁 他已经是五十多六十岁了 他的一生呢 我很清楚的 我十七岁 湾进那个地方 直到我三十七岁出家 我都知道他一生的遭遇 他有十个孩子 一个瘫痪的妈妈 一个太太 他一个人呢 一天里面要工作 三分工作来维持家庭 你看可怜吗 一个人呢 凭着一个人呢 要一天要工作 要做三分工来维持家庭 很多时候 都不能够维持得好 因为他没有什么知识 只能够靠劳力 赚取的钱不多 但是呢 他还是呢 任劳任运的 去养活这个家 直到我三十七岁呢 我离开那个乡村 他的孩子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长大了 已经十多岁 十多岁了 十多岁了之后呢 我出家了 差不多十八年了 我回到本身了 现在已经是整十年了 去年呢 他跟着一个佛语来见师父 那个佛语也是我的邻居来的 那个佛语问我 他说师父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看看这样 哦 认识认识 他的名叫 秋金 秋金 我知道 因为我是潮州人 他也是潮州人 哦 秋金 好吗 不要打 不要打 大佛语族 我是想他以前很苦 现在孩子呢 应该每个都长大了 应该是不会苦才对嘛 你的子女不是全部长大了 不是 不是 不会辛苦了 哎呀 他讲 有嫌等我没嫌 听 你们会听潮州话吗 你们福建话也会听的 他讲 有孩子等于没有孩子 我就觉得很奇怪 在我的印象中 他有好几个孩子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 你讲这句话 他说 师父跟你讲 我还没有结婚之前 我去算命 那个算命的人跟我讲 他说 你有孩子等于没有孩子 那个时候我不明白 后来我就结婚了 生了四个孩子 六个女儿 后来呢 因为啊 营养不良的状况 现在死掉四个 剩下六个 四个男 两个女 大的是最孝顺的 赚钱呢 一直拿回家 但是最孝顺的 最先死 我问他说 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呢 有一年过年 他跟一帮朋友 去办年货 他几个朋友下车去 遇到他的那个 敌人 他们冲上来砍人 他里面 剩下他的儿子 跟另外一个人 看到对方来砍人 他要冲下去 他里的朋友 跟他讲 不可以下去了 不可以下去了 下去一定完了 但是他说 不可以 我要去救我的朋友 冲着下去 他们 一起砍 当砍死在那边 死的时候 二十多岁 这个消息 传来他的父亲 整个人杀掉 过年 过年了 去收尸 收回来 你看 第一个孩子 这样死 那一天他来看我 他也是最小的儿子 死的 他说 师父今天 是我的邻居 带我来 我今天来做 布施 要回向功德 给我的最小的孩子 我说你最小的孩子 什么事情 撞摩托 死了 他说那天 他去做工 中午要出去买东西 他的老板叫 不要加摩托 加摩托 非常危险 驾车出去 他说 不要了 驾车很麻烦 塞车 驾摩托 比较快 他说 就快了 这样就很快了 驾出去 就跟车撞了 死在荡场 他那天是头戚 来做布施 那我就想 你还有两个儿子呢 他说 哎呀 不要讲了 不要讲 一个呢 第一次能 待在家里 一个有神经病 神经病 我就看到 这么可怜 我说 阿贝 这个是你过去 造的业 使到你精神的 承受这样的果报 我说 你要多累积一些善业 精神要多累积一些善业 你现在七十多岁了 来修行 哎呀 我不能够修行 师父 哪里能够修行 你看看 我现在还要工作 养我这两个孩子 听得很心酸 真的很心酸 七十多八十岁 还要赚钱养活孩子 我就问他 你怎样养活你的孩子 他说 每天要出去外面找纸皮 找那个空罐 收集这些呢 这些东西呢 累积了 累积了 然后去卖 他说一个月 赚了几百块 来养活这两个 一只苏骨架 一只 跑方架 一个神经病 一个 低智能的人 他说我不能够来修行 等下我都要赶回去了 我说你赶回去 他说我要回去 喂他吃饭 喂他吃药 我说他不会自己吃饭 不会吃药 他不要吃 他就是要我喂 我就想 我今年呢 五十岁了 要把八包 七十多岁来喂 我就想 他不会自己吃饭 他不要吃 他要等我回去 喂他才吃 他说 师父你知道吗 我在家里 他是八包 我是孩子 现在他是八包 我是孩子 我天天还债 他说 我天天在还债 他说 有一天呢 他说要水 我倒一杯水 倒一杯水 倒八分的水 放在他面前 他说 为什么你倒八分 我要你倒满 他倒八分跟他讲 水哪里能够倒满 倒满不是 一直溢出来 八分就好 他听了之后 他跑去厨房里面 拿那个刀出来 你要不要去倒 你不要倒 我就砍死你 我去倒 我去倒 他去倒 倒满满来给他 饭要喂他 不喂他 他就不吃 你不喂啊 刀又拿出来 他说 我不在家里 他就神经了 所以我要在家里 他说 我不要前世造什么业 这么不幸啊 他说 眼泪都流干了 我说那你两个女儿呢 他说 就要出气了 丈夫都很难维持一个家庭 我们哪里还能够靠他 想来想去也是可怜的 我说 阿伯 你会苦吗 哎呀 苦也是要去面对 我听了很欣慰 他能够接受这个火爆 他假如不能够接受这个火爆的话 一定很苦 他说 我欠他的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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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仅仅的 我死了 三脚 重低 我靠 没退了 我要去 我想 这个老人家 虽然没有听闻佛法 他还有证件 他告诉我 我欠他的 我还他 现在我照顾他 直到啊 我两只脚一伸直 眼睛一盖 不是我的事情 他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 有些人呢 过去的业 造得不好 今生就很苦 但是假如我们过去 三业也有造 二业也有造 苦了 参半 假如你过去造了很多三业 今生就很好 所以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 人生的体验都不一样 但是呢 即使你今生呢 你很快乐 样样都如意的话 你也不要放育 不是每一次 你都会那么幸福的 因为我们过去造的业 有三业 有二业 今生我们 假如没有好好地珍惜它 随着我们今生的死亡 下一次 二的月报现前的话 我们不一定就是那么幸运的 你今生可以大富大贵 下一次转身的话 你来做人的话 可能很贫穷很了道 假如你今生没有再继续你的福报 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 假如你今生有的吃 有的用 有的住的话 有的享受的话 你不要忘记了 你要继续累积你的福报 假如你只是讲 我又没有害人 我没有伤人 为什么我要去听闻佛法 为什么我要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叫我们 诸恶魔做 众善奉行 净化我们的内心 对吗 但是你只是诸恶魔做而已 但是你有没有众善奉行 假如没有的话 你这一生没做人 你只是一直在消耗 你过去的福报 当你过去的福报 一消耗完的时候 你现在是来做人的时候 福报没有了 那你就贫穷了道了 感谢观看